大家好,我是Spark 很多人想要靠股票的股息 来赚取稳定的被动收入 但是却不知道怎么样看公司有没有分股息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投资新手常问了关于股息的四个问题 第一,股票到底派多少股息 要知道股票派的股息 我们可以到Google去搜索 我们要查的上市公司的名字 比如说这个例子里 我用HubSync这个公司 然后旁边有一张Dividend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关于股息的信息 从这个表我们可以看到 HubSync这个股在过去三年 每年都稳定的在派6分钱的股息 而2018年还没有过完 不过目前就已经分了4分钱的股息了 第二个问题是 我到底可以收到多少钱 我们可以通过下面这个表 更仔细的看到 我们可以得到多少钱 我们可以看到在2017年 HubSync分了三次股息 每一次是2分钱 三次总共是6分钱 意思是如果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 持有HubSync这个股票 每一个单位的股票 我们可以拿到6分钱 给大家一个真实的例子 HubSync这个股票在2017年的时候 一个单位价钱大概是在马币1.2左右 在马来西亚我们一次买入股票最少是100个单位 所以我们可以用100乘1.2也就是120块的价钱 来买入HubSync这个股票 但是因为每一次交易都会有一个交易费10块钱 如果买太少的话会不划算 交易费占了我们买卖的部分太多了 假设我们买入1000个单位 1000乘1.2也就是1200块 如果在2017年分6分钱的股息的话 我们有1000个单位 所以1000个单位乘6分钱的话 就是60块钱 这个60块钱 就是如果我们持有1000个单位 所会拿到的股息 我们算看是多少%的股息回酬 我们买入的价钱是1块2得到6分钱 我们拿6分除1块2 我们得到5% 意思是我们的股息回酬率大概是5% 如果我们买入的价钱越低 股息回酬率就会越高 因为股票的股息是根据股票的单位来派的 而不是根据股票的钱来派 第三个问题是 我什么时候会收到钱 靠来这个表我们可以看到 每当公司发布要派股息时 都会出现这几个重要的日子 Exed Date Antitement Date 还有Payment Date Antitement Date是可获得股息权利的日子 不过根据股票交易所规定 股票交易需要3天时间才能汇入对方的户口 所以如果想拥有股息 你就必须在3天前买入那个股票 这个日子我们称之为Exed Date 除全日 只要你在Exed Date除全日的前一天 拥有股票 你就可以获得股息 而Payment Date就是你会获得股息的日子 意思是 只要我们在3月14号的前一天 持有HUB信这个股票 过两天我买掉的话 我还是可以在4月3号那天 拿到2分钱的股息 第四个问题是 要搜股息 应该买怎样的股票 我们有不少的选择 可以选择买入一些 股息稳定的篮球股 REITS 也就是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或者是一些EDF 我们只需要上网搜索 High Dividend Stock 然后国家 Malaysia就可以看到一些选择 然后我们再深入地去看 它里面的资料 选收股息的股票的重点就是 要查看过去那个公司 有没有稳定的派股息 如果公司在过去10年 都有稳定在派1块钱的股息的话 我们可以预计它在明年 也将会派1块钱的股息 要是有些公司今年派多 明年派少 后年没有派 这个就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然后我们也要注意的是 买入的公司 它的每一股收益 一定要比每年派的股息多 因为只有这样子股息才能够稳定的维持 意思是说 如果公司在2017年派1块钱的股息 那在2016年或2017年的时候 公司要赚入超过1块钱的每股盈利EPS 这样代表的是 公司是在用赚到的钱来分股息 而不是用公司原本里面有的钱来分股息 而要收股息的话 RIX 帮地产投资信货基金 是一个好的选择 因为RIX的做法是 买入一些帮地产 然后拿来管理跟收租金 收到的钱就会拿来派股息 一般上是每3个月分一次钱 如果我们想要收股息 建议是购买本地的股票 因为如果我们买的是美国股 在分股息的时候 由于我们是外国人 美国政府会抽我们一个30%的税 意思是股息如果是1块钱的话 我们只能拿到70分 少了30% 所以如果有选择的话 收股息还是买回本地的股票最好 最后是要用多少钱买入 这个我们会理到另外一个影片来解释 想看到的话 记得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或者是去like我的脸书专页 然后按Cfirst 因为我每个星期都会上传一个 关于投资理财的影片 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 可以帮助到你的朋友的话 就把这个影片分享去 谢谢大家